小孩子讀森林小学 因为我们当初就是为了小孩 然后从台北来到这边 要让小孩子读森林小学 那因为机会就找到这个地方 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地方 空气很好 而且布地很大 而且小孩的视野很宽广 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就把它当成就是像交朋友一样 因为毕竟结婚后脱离社会也很久了 那其实真的就是因为经营了这个民宿之后 我认识了更多的人 认识了更多的朋友 因为这一点让我觉得说 让我的生活领域感觉变窗阔了 我的早餐呢 我都是会是早上 还去菜市场去买 然后再拿回来准备这样子 我不喜欢隔夜菜 那我也不喜欢说冰箱冰一堆 然后要煮要干嘛 我觉得那种新鲜度都有差了 所以我一定是都是当天的早上 我才会去菜市场准备这样子 我们家的房型的话 就是干净舒适 那让客人来的时候就是有家的感觉 然后有放松的感觉 我比较会利用空间就是说 我会利用后阳台的地方 我会开辟一个游戏区 让小孩子去玩 这大人他也可以比较放心 就是说小孩子在房间里面玩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危险 可是我主要我还是比较希望 小孩能够多到外面来玩 所以我们的一楼庭院里面 就是会弄了一些游乐设施 让小朋友能够在楼下玩 然后家长呢就可以坐在这边聊天 喝个咖啡 然后小孩也顾得到 也可以聊聊天这样子 既然出来玩呢 我觉得就多看外面的 然后绿地那样子 甚至我们会希望说 小朋友如果想爬树的话 我们这棵树也是都可以爬 可以爬上去 像我们那棵树上面 还有两个脚踏车 这是我儿子的游戏区 他们自己弄的 而且呢 他们那边有弄一个板子 他们就说 妈妈我要坐到上面 看风景 然后甚至有时候跟我说 妈妈我们在树上喝下午茶 前面前面的倒摇椅 也让客人可以坐在那边 很悠閒的 坐在摇椅上 然后看看到天的风光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按个赞 并按右上方的小铃 订阅我们的频道哟